在全新啦啦隊 台新Wanders熱舞開場之下 T1直籃新球隊 臺北台新戰神正式成軍 全體教練團以及球員 也都全數亮相 包括兩名洋將Jalen Johnson Erin McCree也都穿上 全新球衣現身 而擁有NBA資歷的外籍 總教練Brand Adams 也透露他想要打造的球隊文化 對自我嚴格要求 當然就要從超級紮實的訓練做起 這一點戰神們在顧問 黃萬榮教練的協助下 絕對是相當有感 不少球員都受了許多 彷彿回到高中時期 他的訓練內容啦 就是會節奏比較快 然後可能喝水時間比較少 然後比較倉促一點 就是節奏很快 對 大家會蠻累的 想起以前學生時代的感覺 高中時期 大家都覺得是高中 Michael一直講說夢回高中 真的是真的是夢回高中啊 松山高中畢業的應該都懂 就是其實這樣也是好的啦 就是其實就是訓練的紮實 看來松山少林寺的苦心鍛鍊 是真的移植到了台新戰神身上 看看隊長林一輝更是超級誇張 幾乎認不出來他是誰啊 訓練加上飲食控制 已經瘦了整整十六公斤 要用球場上的表現證明自己 近日因為合約風波鬧得沸沸揚揚的林秉勝 也表示自己不會在意外界的柳言蜚語 更加專心投入球場 球隊的正式跟台北市政府建立冠名贊助合作關係 並Northspot我們臺北為年度口號 佈置廠商要全力拼佔 場外更要全面落實在地經營 要努力成為台北市最具代表性的直籃球隊 我來問待七分発達